感谢所演员的精彩演出 下期大会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光年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说起腿运社最佛系的相声演员 当然属小先生周九良了 毕竟周九良的佛系营业是社内公认的 而他究竟能佛系到什么地步呢 曾经有粉丝是用这么一句话 去形容周九良 他就像是一个去台上听相声的观众 谁能想到一位90后的小伙子 却是位弟弟道道的老艺术家 就连师傅郭德纲都换他为小先生 不过周九良的佛系营业也是双标对待的 当他下班的时候可未必有人能跑得过他 今天德哥就带大家来看一看 积极下班的周九良有多佛系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 周九良在德文社中无疑是最特别的另一位 说相声那必须是以说为主以此成名 可周九良却是靠着一把三弦火了 其实在德文社的一些演出里 往往都能看到周九良弹奏三弦的身影 有一次在岳云鹏参加工艺时 他还带着三弦上台做了助演 不过那时候注意到周九良的人并不多 直到后来他和双门师兄弟张云雷的一段互动 让许多观众记住了这个少年老陈的相声演员 这样认真弹奏三弦的周九良确实少见 网日里我们看到的都是那个说相声时 说风就风的他 不止如此周九良还有着极高的唱功 一曲黄克楼不知让多少德云女孩入了坑 每位捧根演员必须有属于他自己的捧根风格 就像许多人都说周九良在台上的风格是冷淡风 不过这是因为搭档孟克堂比较活泼 那么他作为捧根就要稳当一些 所以当孟克堂比较飘的时候 他便会稳当的给接下来 而当孟克堂稳当的时候 他又会刻意的让自己飘一些 这样张弛有度的表演 会给观众带来更好的作品 而平时在演出时 周九良时常是沉默的看着搭档孟克堂表演 然后用一句话噎住对方 因此周九良也被德云女孩们称为 一语至胜周九良 有那么一次孟克堂在舞台上杂挂张赫伦 张赫伦听后假装生气上台去理论 而就在他下去时 周九良慢慢悠悠的说了这么一句 什么玩意儿这么高这么白 我还以为一颗大白萝卜蹦上来了呢 不得不说这话太损了 不过粉丝们说的冷淡风表演 也被周九良本人给否认过 为此他是这么解释的 不认为我自己是冷淡风格 我是阳光明媚的一个小伙子 恩文老成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 只是你们认为我比较 是表现你不能光看你 外表话表象嘛 对不对 有着气吗 你不会别的强 刚眼头一个就退票 人下一条怎么办 脆吧 你能要退啊 就都退 别剩下当我下班 话说完语 能要都退了 这不叫下班 我叫失业 但就是这么一个佛系营业的小先生 在下班时却跑得比谁都快 在某场上演上 孟和堂表示自己要唱首歌 其他人可以先下台休息 九良听到后立马转身向后台跑去 整个人浑身上下 透着四个大字 下班快乐 不仅如此 在最后和观众告别时 孟和堂话还没说完 九良已经急到替他说了 随后拽着人便往后台去 而当他要被迫加班时赶忙拒绝 在一次演出中 孟和堂调侃观众都没有家的话 就都别走了 一听这话 吓得九良啊 赶忙开口表示 自己有家 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此事 我是德哥 咱们下期再见